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霸占帝席 李元吉的宠妾杨氏的不良前科 人品方面基本是属于稀碎的那种 千古以来 杠经文人层出不穷 而这群宽于绿脊 严于绿人的毛笔侠们 却经常喜欢将皇帝的行为往圣人标准 方向上去掐 工作之余 喜欢斗鸡走狗放松一下 不行 皇帝哪能有娱乐 必须以天下为己任 战战兢兢 如履寒冰 平日里消一干时 累得吐血 这才像话 喜欢美女 那更不行 皇帝应该杜绝生理上的偏好 必须有着圣人那样瞎的审美观 择偶标准最低也应该照着无言 某某那样惨不忍睹才合适 历代君王 谁能扛得住这样苛刻 恶趣的玩法 因此大多品行 举止稍有缺憾的君王 往往会被后世闻人黑得体无完肤 可为何有着如此明显污点的唐太宗 却偏偏逃过了历代杠精们的爆锤 最终以明君的形象是人呢 打铁还须自身硬 老实讲 唐太宗的明君定论 确实很难推翻 即便先前他的人品不咋地 但比起他那惶惶如日的功绩来讲 那些确实属于白币威侠 不值一提 徒兄灭帝 逼赴退位 霸占第七史书当中 给他记录的明云白白的 然而 将薛仁岗 战颂金刚 崔斗剑德 灭亡史冲 以秦王之身大杀四方 27岁以兵甲薛平海内 史书当中也给他记载的分毫不差 唐太宗李世民就这样 静静地站在那卷史书当中 接受着后人的检视 脸上挂着一丝野鱼的笑容 老子身上就是这么多毛病 但咱确实无愧明君这个称号 天下共主 唐太宗登基之时 大唐王朝刚刚草创 对外是草原民族 突厥的强势威逼 对内史随末大战后的民生凋敝 用内忧外患这个词 来形容当时的国情 一点儿都不为过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之下 身悲恶名的唐太宗 带领着一票自己的小弟们 埋头苦干 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着 对内实行伯父清谣 与民生息的恢复政策 对外不断积攒实力 刺激发动反击 最终将当年那位在渭水河畔 领兵前来恫恶自己 而且扬言还要回来 揍自己的邪力可汗 调教成了一位长安城内的舞蹈大家 上皇命突厥协力可汗起舞 又命南蛮酋长冯志戴勇师 继而孝约 图 愿意加 自古未有也 艺术的魅力是无穷的 协力可汗漫妙的舞姿 让周边草原民族的酋长们 纷纷受到感染 前往长安朝建 败业的队伍络绎不绝 北面的草原部族 第一次向中原王朝的君主 千公的献上天下公主的称号 天克汗 慈生活 当上皇帝的李世民 也陷入了被吐槽的境地 不过很多皇帝都是身前没人敢说 身后才被狂吐槽 而李世民却是生前被批得体无完肤 身后却很少有人能够指出 他当帝王时期的毛病 看看李世民当时都经历了什么 一个M年前就时刻准备着搞死他的臣子 魏征在他身旁 随时打击他的生活爱好 随时随地都可能开启吐槽模式 对于一个打败全区所有BOTS 通关全部副本的全区第一人 却为一个排名不入流的伙计整天黑 还不得不给他面子 让他尽兴 这种人均度量 确实不愧是明君风范 不过有人说 李世民的那些功绩 度量 很有可能是修改过的记录 也就是说经过深度PS的 咱们今天看到的 也有可能不过是一场明君的童话故事罢了 那么李世民是否PS过自己的经历呢 到底有没有PS 很多人都质疑唐太宗李世民 曾经利用皇帝的身份 修改过自己的那段黑历史 故意打压李渊 李建成等人在创立大唐之时的功绩 同时抬高自己 最终让自己置于有功不少 反受打击的委屈位置 使得后面的徒兄逼附政变显得颇为合理一些 那么李世民修改史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李世民40岁那年已经天下无敌了 这个时候天下之人都在对其歌功颂德 面对汹涌而来的鲜花和美丽 李世民突然想看看史官是怎么写自己的 结果被朝臣拒绝了 而且李二想看史书这段事儿 也被史官非常尽之尽责地记录了下来 真冠十五年 千剑义大夫 兼之起居是 太宗常问 兴之起居 记录何事 大抵人均得官之否 岁梁对曰 兴之起居股左右 史书人均言是且计善恶 以为间接数几人主 不畏非法不闻帝王公子官室 太宗曰 朕有不善 轻蔽记之也 岁梁曰 守道不如守官 臣直当代彼 君举蔽记就唐书 处岁梁传 到了甄冠十七年 当时负责兼修国使的负责人 是李世民的嫡系 房玄龄 在李世民的坚持之下 房玄龄最终妥协 顺从了 但就凭这说李世民篡改历史 也确实莽撞了 如果没有李世民看史书 恐怕当年玄武门事变的过程 我们今人也只能从耶使里面探寻了 李世民看完史书之后 看到书6月4日是 与多威隐 这应该是史官们出于为圣人会 因此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具体内容 进行了模糊处理 字里行间描述的含糊其词 对此 李世民便要求萧去扶辞 直书其事 让史官们如实补迹当时的情景 要不是李世民让史官们禀彼直书 后使谁能知道玄武门之变时 是李世民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兄弟 这么不能见人的事情 随彼一改 改成毕命于刘石之下 岂不更加好看 合理一些 其实 历史上 帝王可以随意查阅 并且修改起居住的人 是后世那个号称 与师大夫共治天下的宋太宗 赵光义所规定的 而史官们给他记录的这一笔 着实是最高级的黑 总结 西看李世民 这个从诗山险海里杀出来的汉子 确实是个真性情的人 自己徒兄杀地 逼父退位 都是自己坐下的 他也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做了就是做了 然而 他却用最后黄黄的功绩 带给了大唐最大的石会和太平 然后使之人来一起平平礼 有劣迹的人不能当好皇帝 谁说的 哪怕我干了那么多恶事 凭我的功绩 依然粉丝成群 舔狗无数 后来 事实证明 人家真的赢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